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来看一下卡梦妹克双排,阵容方面好像是一个BO一般机械的阵容,面对的是好哥哥的约瑟福 看一下延迟拍照,带传送,第一个人,佣兵,佣兵应该报个点,捷光者在我附近 看一下外面电机抖动的一个状态,只有一台在修 不急,我先跟你耗一耗,差不多了拍个照,看一下,但是求者这边全部都不修,只有一个二轮的先知在修 拍照,这边来找佣兵,佣兵的位置应该是能找到的,后面的话应该是牵着去二楼 但这样的话是两个人,两个人四刀,约瑟福不赚,四刀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五五开,甚至约瑟福有点小裂,直接传送 切过来,一刀打,找先知,先知这个鸟肯定不会交的 诶,因为这个鸟交了吧,我觉得,因为你再打一刀这个,它是传送过来的嘛 那击倒不太可能能击倒这边的先知,交了这个鸟,对吧,这边过来打你镜像了 我觉得这个鸟有点浪费 五刀,那还是一个五刀,这边镜像的话,应该是不挂了 不挂,我觉得看看是可以挂上的 他这边是想来找先知,然后将其带走 转牌是已经开了的,然后等到镜像结算以后,你先知是一个半状态 诶,这一刀想要利用这一个镜像的效果吗 也没有呀,这边你在实体,我也在实体,我下了板,这一刀感觉也可能是误触了 利用转牌,压住位置,然后将先知带走 也行吧,能带走的话,还可以啊 这边转一手过来,到镜点,镜头给到卡梦 看能吸多少鸟了,进前面两板,前锋一波撞,开始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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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奔着脸上吸,看到没有这先知,谁还是监管者 好,吸够了,差不多了,待会你再来追我,差不多就能吸出这只鸟,赶紧回去修电机 这一波整体的节奏有点偏差,整体的节奏有点偏差 对约瑟夫来讲的话,这波节奏是偏差的 两刀,然后镜像提着去找其他人 因为我刚才觉得约瑟夫可能会打一刀以后 镜像两刀开了二戒而把这先知挂上,通过转牌去找找人什么的 但是没想到他想要利用镜像结算的伤害去带走这边的先知 那这样的话,第一波其实约瑟夫这边被前锋撞了一手还是蛮亏的 先知再挂一刀,然后把前锋挂上 他甚至应该是挂完前锋以后要挂这边的这个佣兵 打一波双挂,三挂的话估计是来不及 佣兵,佣兵你敢救吗?你救下来我就把你挂上,你信不信? 等,等,好,差不多时间 哎,这波佣兵自己要倒 那约瑟夫起一个挂人节奏 起一个挂人节奏,对于他来讲的话 前期的劣势就全部回来了 因为现在的话前锋这个状态不好救 只有祭司是能救人的 先知的鸟也没有了 打一波救人 约瑟夫这里 只要但凡能够取得一点点优势 比如说 打一刀 救人 再打一刀 打的还是佣兵啊 祭司只要吃一刀 就够了 祭司只要吃一刀 全场所有人的血线都修不了 对不对 约瑟夫都不用多什么双倒什么的不存在 我就打一刀祭司就可以了 然后你救下来 我再把这佣兵给祭导挂上 就够了 一个多 哎,但是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这一刀没打伤 拍个招 他具备写了半天 他往前顶了一顶 祭司往中间出来了 一刀打 那空过血吧 还是说打一个 再打一个双挂节奏 再打一个双挂呢 他得靠待会儿就是精准的定位来去捡人了 要传送捡人才行 可能 往前走 找先知 这边佣兵跑过来可能是想摸先知来那个空一波血吧 看一下两个人先核点一台电机 哎,一刀好的 漂亮 这一波的偷袭 nice 切一手 再把先知的镜像挂在里面 节奏又回来了 节奏又回来了 这边位置架着的不太好坐 而且有转排 换人来救 要换人来救 前方压好电机 换人来救 佣兵是个铁屁股 看一下 这边祭司 架住我架住我 虽然说知道你那边电机可能能压好 但是我这边架住了以后 先知起来了 那就不一样了 先知起来两个人来救就架不住了 这边得守着 谁守着守着守着 前方 一刀先打 等 这屁股是真地铁呀 电机点了呀 先知还要吸个鸟 这先知还吸了一只鸟出来 这边得切闪 把这个 看有没有带底牌 没带底牌的 切闪 然后把佣兵给秒了 就佣兵守了三个 护币 哎呦 怎么说呢 我还是觉得那波就是 守着佣兵的第一波 让祭司直接无伤偷下来 是最伤最伤的 这波防守被无伤偷下来以后 就奠定了求生者的一个小优局面 虽然说后面那波通袭打到佣兵了 但是外面穷者的电机已经重启了 而且呢 这个位置 不是特别好架住啊 这个口子不是特别好架住 应该是一个多跑局 银鸟 这边还有一个护币 绕 还是蛮可惜的 对约瑟夫来讲 这把其实约瑟夫打的还是蛮好的 就那个防守点吧 就那个防守点 拦住拦住拦住 能留一分是一分呢 不必跳闪 给你打开 好的 感谢大师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